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姐 一姐在外国问答网站Quora上看到一条来自美国网友的提问 问题是为什么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各位外国网友的回答让一姐陷入了沉思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英国网友David Jones回答道 在军事上俄罗斯实力强大 就其规模而言 他拥有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 仅空军人员就超过了英军陆军的规模 他有一支庞大的海军 拥有许多潜艇和武器 但所有这些只有在战争中才最重要 没有人会入侵俄罗斯 而俄罗斯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取得的小优势 很难证明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从经济上讲 一百万人在军营里无所事事 并不会是一个国家强大 它会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 俄罗斯从苏联继承了庞大的现代化装备库 但这一遗产正在土崩瓦解 俄罗斯海军的航空母舰从1985年就在水里了 俄罗斯军队就像一个继承了一所豪宅的人 他的薪水远远不够支付维修费用 有一段时间 他拥有一段富丽堂皇的房子 但每年屋顶都会有更多新的裂缝 更多的房间变得不适合居住 他最终只能住在他能负担得起的一个小角落里 为了装门面 他可能会买一辆新车停在外面 但他只是在自欺欺人 俄罗斯在外交文化经济这些领域并不强大 正如苏联证明的那样 如果你在经济上落后了 最终你也会在其他地方落后 越南网友包纽耶回答道 俄罗斯可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不需要进口 就能自己生产所需一切的国家之一 他们什么都有 这是苏联时代的遗产 你见过俄罗斯汽车厂吗 我看到了卡马斯工厂 卡车的每个部件都是在那里生产的 连罗姆和罗栓都是 工厂的所有设备 所有工具 所有钢材 都是俄罗斯制造的 这只是一辆卡车 其他一切都是一样的 机床 汽车 飞机 农用设备 宇宙飞船 他们甚至有世界上最大的坦克工厂 就算你对他们施加再多的制裁 就算封锁他们 他们还是会茁壮成长 上帝保佑 如果你想和他们开战 记住他们有毁灭世界的能力 加拿大网友David Moore回答道 我认为俄罗斯人 认为自己仍然是全球超级大国 是在自欺欺人 美国经济现在大约是 俄罗斯经济的15倍 美国的军费开支 大约是俄罗斯的7倍 欧盟的经济总量 几乎与美国相当 中国的经济规模也接近美国 这些才是新的全球超级大国 俄罗斯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其经济规模 比意大利或加拿大还要小 与西班牙或澳大利亚大致相当 加利福尼亚的经济规模 都比俄罗斯还大 俄罗斯仍然把一大部分国民收入 花在军事上 但这只是美国或北约总军事开支的 一小部分 俄罗斯人花在军事上的每一个卢布 都不是花在他们的民用经济上 也不是用来增长他们的整体经济 这就是俄罗斯落后于西方 特别是落后于中国的原因 中国目前的军费开支 是俄罗斯的3.3倍 事实上俄罗斯现在的军费开支 已经降到了第四位 沙特阿拉伯 现在在军事上的开支 比俄罗斯还要多 我并不认为 这是对其石油收入的良好利用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俄罗斯的9倍 而且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正在迅速赶上俄罗斯 这意味着中国的普通公民 将在大约5到10年内 将超过俄罗斯的普通公民 然而与俄罗斯不同的是 中国并不依赖军事力量 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军费开支 占中国开支的比例要小得多 他更喜欢利用商业贸易和外国援助 来赢得朋友和影响其他国家的人民 杰克网友皮特回答道 俄罗斯仍然是地区大国 但不是超级大国 它的价值被高估了 就像英语里说的 不自量力 它仍然拥有核武器 但除此之外 它主要依赖石油和自然资源出口 老实说 如果今天韩国崩溃了 世界经济会比俄罗斯崩溃 更受关注 这就是现代世界 我曾在苏联和俄罗斯 它是一个被高估的国家 俄罗斯网友 Alex Laberich回答道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俄罗斯 它曾经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最强大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它是基于真正的人类价值观 尊严和精神 我们俄罗斯人 可以为祖国献出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 现在和将来 都没有人能够打败我们 好了 大家认同这些外国网友的回答吗 你觉得俄罗斯 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吗 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